大家好 又到了我煲汤的时间 今天教大家煲这个汤 很好喝的 又很有益的 就是蕃茄薯仔牛肉汤 我们来看看材料 材料有 蕃茄2个 洋葱1个 薯仔1个 姜1个 葱2-3条 牛肉6两 材料就是这么多 待会把所有材料 洗净 切开一块块 牛肉 切开一块 要腌一腌 所有材料 都准备好了 处理好了 这次 这次 材料 切到这么小 就可以 让它快些 出味 牛肉 基本调味 1茶匙豆粉 1汤匙生抽 1茶匙糖 腌一腌 腌10分钟就可以了 首先 烧热 汤煲 用中火 我们就要 放1汤匙半的油 将材料 爆一下 首先 爆一下姜 朝用水 出汤匙 然后 最后 顺利 切到鱼皮 钉了 hasn't been 15分钟 用水2 汤匙 放一半 汤匙 先把牛肉爆炒 放入鑽色 倒入其他材料 番茄 番茄和洋葱 爆炒後會有很多甜味 倒入薯仔 爆炒後 混合 準備滾水 大約8碗滾水 不會令材料降溫 這裡有8碗滾水 加進去 這個湯除了牛肉之外 也可以用紅三魚 煎過紅三魚 加進去滾湯 這個湯很甜 可以很短時間喝 全程用中火 煮半小時 湯已經煮了20分鐘 先看看 家裡的爐子比較猛火 20分鐘 材料都淋了 湯的顏色很濃郁 這樣就可以了 加少許鹽 調味 大約3分1茶匙 因為牛肉之前有醃過 加少許鹽 試味 不要一次 一下就加這麼多 就怕太鹹 這個湯 我們可以連湯渣都吃了 這麼多蔬菜 有高纖 很健康 最近 沒有研究顯示 你晚餐吃蕃茄 可以幫助你 放入碎 因為蕃茄 有一種物質可以做綿 我們加點蔥 做裝飾 我提醒大家 無論煮什麼湯 每三四個字 就去看一看 看看有沒有什麼 變化 要不然 很容易煮乾水 也不知道 這個湯 又有益 又好喝 又快靚正 大家不妨也試一下 尤其是你沒有時間煮老火湯 也可以試一下這個湯 多久 沒問題 好